布里姆林宫周三7月28日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对俄罗斯只拥有核武器和石油的评价是大错特错的 暴露了对俄罗斯缺乏了解 拜登是在周二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的 他在演讲中警告说 如果美国最终与一个大国发生真正的枪战 那可能是该国遭受重大网络攻击的结果 这突出表明华盛顿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 拜登吹嘘说 美国的情报部门优于俄罗斯的同行 并说普京有一个真正的问题 拜登嘲笑普京 他坐在一个拥有核武器和油井的经济体制上 没有其他东西 拜登说 俄罗斯的经济排名不理想 各种因素决定俄罗斯的境地很危险 佩斯科夫说 拜登是在访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时发表讲话的 他的讲话似乎是为本国的情报界量身定做的 并希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佩斯科夫还说 尽管正在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 但美国是俄罗斯的对手 此外 美国和俄罗斯的高级官员 于周三开始就战略核稳定问题进行会谈 美国和俄罗斯的高级官员 美国和俄罗斯的高级官员